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逼近月线附近 会不会来不知道 或者是这个整理平台 其实我认为不是又是一个好买点 两次谷就是一个震荡整理向上 震荡整理向上的格局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今天凌晨 两点钟的时候 联准会的会议记录就出来了 那如市场预期这一次 当然没有升息 而且未来也不会再升息 并且这一次联准会首度 做出比较明确的暗示 说明年可能要降息三次或者三 所以在美股尾盘 欢声雷动 一听到要降息 四大指数 全面拉尾盘 大幅度上涨 肺瓣 NASA 道琼 涨了500多点 S&P500 那其中呢 昨天就说肺瓣跟道琼最接近历史新高 就昨天道琼这个一个大涨 我们如果说用周线来看的话 这一次就直接越过了 前面的历史新高 走度收在371点之上 收在37094 再创道琼的新高价 就代表这个 降息的趋势已成 那全球的资金热钱 还是会持续的靠向股市 各种投资商品 那也带动了今天雅股的表现 台股今天最高涨199 涨到17668点 当然也是一样再创波段的新高 而且这是加速向上 而且今天成销量预估量 放大到接近4000亿 其中台币大幅度升值了2.5角 虽然说还没有创这个波段的新高 快的也快的 就代表今天可能外资 又是一个大买潮的格局 指数今天的高点 1668 17688 668 其实第1万8只剩332点 所以我一直说 这个多头架构 它非常的明确 不管是资金面 联总会的一个降级的趋势 几乎是非常的明确 AI的趋势对台股 又是大大的加分 包含PC的复苏 手机的复苏 那中国跟港股的弱势 此消彼长 对于台股都有利 台股非常多重的利多因素 过年前万八绝对有机会 那其实好像也没有到过年 应该十二月底 基本上离万八已经差三百多点而已 所以我相信万八不是问题 当然重点还是在于操作 在于选股 这个一直都是实际上 你要赚钱的重点 那既然资金面 已经确认对股市大加分 也推升到穷创历史新高 在这边我认为方向不变 就是积极的做多 但今天你可能会感受说 涨一百多点好像没什么感觉 那是有道理的啦 因为今天你看各个类股全部都涨 除了电视类股是零 其中涨最多的是金融股 涨了1.6% 因为降级其实对金融股来说 本来也是加分嘛 所以金融股就支撑指数涨了不少 反倒前几天强势的股票 今天好像就稍微冲高一点 盘中都有些卖压 所以你会觉得 今天会觉得说包含联发科 台积电或者大概光大涨 你会觉得怎么指数涨 没什么感觉 那我想这个也都很正常 就是说个股都会轮动 不会说永远都中小型的涨 大型的也会涨 指数要过万八 要过万九 要过两万点 一定是大家都要贡献 所以这是一个轮动的架构 今天轮到传产金融大型股 电高指数 强势中小型股稍微休息 这都合情合理 但只要趋势不变 后面轮完之后 还是要再双新高 那以股王来说 世新今天早上来到3690 也是一个新天价 那创了新高 才做拉回 那往上趋势不变嘛 而且这个上升的角度 非常的陡峭 稍微休息一下很正常 那我今天在盘中文章 我也说我认为四字头 可以看得到 这一波外资目标价最高 最乐观 看到五千块钱 那国际大厂自研晶片 什么Google啊 Tesla Microsoft啊 Meta啊或者 Tesla 大家都要做自己的AI晶片 他们要依赖的 就是像创育四星 这样的ASIC的业务的公司 自研经历科 或者具有科 或者未来的国具 这些都是 这两天 英雅达 说跨入IP的业务 已经拿到订单了 股价连喷两根涨停板 这种股本358亿 我说真的 就算跨入IP 对他的贡献 恐怕九牛一毛 但是 光是这样的题材 股价连这种358亿的股本 都可以喷两根涨停板 这代表市场 对于IP的这一块的题材 真的是就是最喜欢的 这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四星在大趋势之下 外资喊到五千块 我认为四字头会看得到 但是我也说 其实一张三百多万 就算你买一百股 都要三几万 认真的说 没有太多的一般投资者 会买这种股票 或者买得动 买得起这种股票 因为真的太贵 但无妨啊 你就把它当指标股嘛 创高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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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去 如果把整个IP股 IE设计的天花板 越垫越高 越顶越高 点到超过四字头 五字头 那小股票当然 未来空间就更大 所以这仍然是一个 最强势的主流 M31 早上来到一千一百九十五块的新高 这已经 就快要一千二了 虽然说也是过高 拉回 但都是一个创高趋势不变嘛 过高拉回 再过高 过高拉回 微软 Google Qualcomm Intel 满手国际大厂的大订单 因为我就跟你讲一个很简单道理 它的IP 是授权给台积电做使用 台积电的相关的使用它的IP的制程 只要这些大客户用到台积电的制程 基本上就要付给 付钱给M31 所以呢 满手大订单 明年估计超过二十五块钱 这个获利 我估计应该是超过力旺 那力旺 这两天也都是连续性的创新高 今天才做拉回 然后最高来到二六八零 也是一个新高 那现在才做拉回 趋势不变 那就算拉回 现在的股价两千四百八十块 你除以二都超过一千二啊 也就是说 M31连力旺的一半价格都不大 所以这还有非常大的比价空间 所以趋势不变 只是涨多的整理 既有科 礼拜一涨停 创三一一 这一波最高价 最新添价 礼拜二拉回 然后又翻吼 礼拜三又反弹 今天早上290.5元打下去 最低打到267块半之后 结果刚刚又拉到 大概有270几块钱 所以你发现说 这些股票在回涨的过程 其实低档都自然有很强的买盘 你就不用担心它回多少 那其实我说 涨到311的过程 我们179买了赚70几%了 但是我都告诉你说 你不要去追高 不追高你就不怕回倒 如果你成本179 涨到311 现在回到270块钱附近 其实ok嘛 就是暂时少赚 不追高就不用跑 但如果说你是追300 310的今天回到260几 270几 你当然会很紧张 但其实 我认为这回档 如果可以逼近月线附近 会不会来不知道 或者是这个整理平台 其实我认为不是又是一个好买点 本来就是强势股 它就是一个震荡整理向上 震荡整理向上的格局嘛 它是一个大的上涨的趋势 就像当初的创意跟事情 回头看过去三四年的走势 就是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没有那种天天涨涨不停的嘛 重点还是你不要去追高 你就不怕回档 但是我认为好买点 又快浮现 想买具有科的 你就来找正老师 因为它就是所谓的 你可以说它是小创意 或者小私心我认为都OK 它就是三四年前 创意私心的反白 金利科 早盘高点282 然后一度打下去 最低刹到265块 结果很快的一度又翻红 目前股价小跌一块半 低档买盘 仍然是超级强劲 仍然超强 昨天法说 前后我大概有收到 一个多小时的 法说录音档的东西讲很多了 那大致重点就是说 法说提到 前后有六个产品 六个产品 那明年有两个产品 将要进入量产 所以就会带动 营收开始增温上来 明年会有一到两个产品 会陆续的新接案 会开案 那当然就会 有所谓的新的全新的收入 那我估计第一季的营收 就会开始回升 而且 法说我提到 未来 公司会是 X86领域的安谋的角色 就是说未来 X86的技术 相关的IP 其实全球就三家嘛 一个叫Intel 一个叫AMD 一个就是台系的 金利科 那未来 会有很多厂商 要去开发 X86架构的 SoC 的整合型的 晶片的相关的 ASIC的产品 那 那 因为 技术来源 只有三家 一个叫Intel 一个叫AMD 一个叫 金利科 所以当这些ASIC 同业要开发 相关产品的时候 对金利科来说 不是竞争关系 反而是一个合作关系 就是说你要开发 需要我的IP 我就授权 给你资源 跟他授权 所以他会成为 X86领域的安谋的角色 那简单讲 就是说 DC的营收应该就往上了 后面只要新的 案子陆续接近了 一年多以前 股价怎么下来的 我认为明年就是涨回去 然后借券持续的回补 这次我们买146 最高涨到293块半 最多赚101% 384跌下的过程 一大段是无量下跌 这中间都是空的 从来面 技术面 仍然是一个偏多的走势 所以我认为 这一波 重新回到三次头的几率 也是相当高 所以IP股 仍然是明年的一个重点 IG设计旺久 昨天 一度拉到39 今天早盘 最高再来到40.2% 涨大概4.3% 当然比较可惜 因为今天指数拉上去 反而中大型股 跟金融股 传染股在拉 这些所谓的电子股的 强势中号型股票 早上拉上去 很多盘中 反而都掉下来 所以旺久也是如此 这是比较可惜 但是我就说 这是一个市场的 一个正常的轮动 轮个两三天之后 一轮回来 你会发现这些强势股牌 是又送上去 因为他拿到中国的大订单 明年台电投变大增300% 这个威力是很强大的 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 你投变100% 增加100% 其实未来产出就增加100% 理论上营收要增加100% 当投变增加300%的意义是 但是明年营收可能要增加300% 股价只有三十几块钱 安国只是跨入IP领域 当然明年估计会有 大概三到五个新的接约 但毕竟营收也没那么快 股价就从35涨到103 那这个增加300%的投变量 明年估计至少赚超过三块钱 股价只有三十几块钱 那当然这个股价空间就大 因为设计股其实大家都知道 本益比至少二三十倍 虽然说没有IP股 四五十倍起掉那么高 但设计股二三十倍本益比也是常见 所以三十几块股票 三十几块的IE设计股 如果头片增加300% 股价当然自然就有很大的空间 再来AI的部分 我认为市场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热 那这一档AI的新标股三开头 三叉叉叉叉叉 因为拿到人保集团 下给他的AI卡的组装的大胆 明年这个量大 带动今年获利就五块钱 九块钱已经不错了 明年上开十五块 所以这非常强势 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过去一二三四五六 连续六天的收红 今天稍微小小整理一天 这很明显 这六天就是一个吃货版 投信同时间 买了好几百张 所以这个也是云露一波大行情 然后另外一个附罚灌单的股票 今年估计三块六 明年高达十一到十二块钱 包含iPad MacBook Tesla订单 全部都有 明年是一个超级大成长 光获利要成长超过200% 股价短线创小高稍作拉回 其实这个就是买点 我估计后面会有一波 超过百元以上的空间 当然还有很多 刚好今天指数过高 反而蛮多强势股 盘中震荡拉回 都出现了甜甜的买点 所以这边我们就ready 很多的好股票 伺机而动 看到甜甜买点 慢慢慢慢的进场做布局 布局十二月份 农历年前 以及明年的全新的标股 所以我还是要讲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一波 有赚到或者没赚到经济科 或者具有科的 都没有关系 下一档限量的标股 只要留言988 在电话 那我就让你先领车票 那这个礼拜或者下礼拜 带你先上车 也欢迎多来加入我的LINE AT 想知道更多资讯嘛 比如说盘中的资讯 或者是个股的资讯 大盘的看法 你不用等到收完盘 看到我的视频 或者听到我的广播 可能都四点以后了 那都已经收盘很久了 但盘中有在看盘的 有在做比较急急操作的盘中的看法 对你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一档强势的股票 你今天盘中知道 跟明天才买进 有时候会超过一根掌平板 这是常有的事情 更不要说 我对于整个盘式产业的看法 各股的看法 其实对大家都很有帮助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加LINE 加入LINE 搜寻小数 Star Master 或者小麦QR Call 就可以轻松加入 加入的朋友 只要留言988 加电话 就可以得到一档 具有科技金额之后的 最新限量表股 祝大家超出顺利 明天再见